243,《蘋果日報》2007年2月22日報章 E06名彩論壇G.G.西語拜佐丁山復興 邁與波馬會新總裁英家柏上場, 前五年招待傳媒,成百人出席甚為熱鬧, 英家柏是德國人,德文名字甚長,發音唔容易, 二,馬會上下都叫他做 Eat B. Winfried Andrew Brecht Brechtes Eat B. 未來香港馬會做賽事董事之前, 已經是德國馬卷之名人物,年輕時踢過職業足球, 未上賽前,Eat B. 上台講返幾句,一開始就講客笑, 他說:「我是賽馬熱心分子,在德國踢球雖然無必跟鮑華地出名, 亦算是好手一名,這就對,幾年前香港馬會聘請Eat B. 做賽事董事之前, 還未知道馬會會主辦賣足球博彩,家就妥當咯, 行政總裁竟然是馬與波專家,兩反都敢碰, 世間少有,看來Eat B. 上場之後, 不止賽馬博彩不斷有新竅,足智彩方面亦會有斬新大計, 不過未到宣布時後而移, 佐丁山想到一個方法是賽馬寬組,現在分B. 一 B. 二 B. 三三組獨贏賠率, 在1.4至6、7倍之間,與足球混合過關, 這個過關會幾好玩多咯,譬如2月14日夜馬第七場 3號馬金同德,是人都知聖望極高, 這場B. 一組賠率三賠, 2月15日凌晨4時保頓對阿仙毛 買客勝 的賠率好似是1.9倍, 照計都幾穩陣, 如果馬會推出寬組足球過關, 佐丁山會買一條第七場B. 一與阿仙毛客勝 2穿1,賠率成賣有5.7倍,幾好呀! 現在的寬組賠率甚低,與足球差不多, 故此兩者混合過關,風險唔算太大, 況且逢係過關,馬會贏望高過五成, 制得過之志, 以前黃志剛總裁上任前是台灣福特車廠總裁, 對賽馬唔咋認識,馬會董事局請王生, 是想請一個外人以全新現代管理局到來為一間百年老店引入新元素, 刺激機構活力,王先生做滿十年,功成新退, 馬會寧請一位內人賽馬足球專家管理, 顯然是經過十年投注額下跌後, 投注額下跌有好多理由,有排講, 需要專才,不是通才, 例振興賽馬投注額, 為走進下跌跌的賽馬事業主上身活力, 以此角度看,一位幾乎比得上碧巾包華的賽馬專家做馬會總裁, 心慶得人意!